电力短缺的其中如果在美国方面的原因就是 美国死死地气又要给一些订单中国做 他应该知道自己没什么条件在贸易上向中国开战 那现在是美国最需要修正之前贸易战所造成的恶果就是 好 欢迎大家收看是C对话 威威在直播室 不过施老板还是在办公室的 我继续和他用zoom来聊天 施老板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提早录影 我看到今天说 星期一跌了五百多点 其中有一个解释 大家又在担心中美会不会再牵起贸易战 因为觉得美国那方面就觉得中方也没有旅行 就是之前的承诺 那要不要再惩罚一下中方 所以市场有这样的担心 我想看看你的见解 我自己觉得美国会越来越发现要惩罚中国是不容易收到效果的 美国之前打贸易战的时候好像他胜出的 就是因为他可以将中国去美国的出口大量加关税 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就数量少很多 所以即使中国加 好像美国受影响的比较少 中国就受影响的比较大 但是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贸易战里面 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自己真的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这个不是外面的人说他的 就是美国自己的商人或者政府官主都看到加了那些关税 不是转嫁了下去中国的生产的厂家身上 而是反过来是由美国的消费者自己承担了 因为一般譬如出口那些 就是看你的合同怎么写 你的合同究竟是 在出口的时候已经要计算 还是要完完关税才计算 很多时候关税是由日口那边给的 셔야2009月10日 它以后再落单的时候就会近低价 或者要求工庁处把关税才肯接受 但实际上现在美国是除了中国之外 找不到其他人替他生产 因为他原先都是打算 不要给那么多生意中国做 逐步将生产线移去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 譬如越南 印尼 墨西坡那些国家 就让中国少一些生意 但是现在在疫情下 这些国家其实也不够疫苗 就没得像英国或者一些西方国家 就说与病毒共存 就是疫情未解决就先将生活经济恢复正常 那些地方没有疫苗 一说恢复正常疫情就爆发失控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无法正常生产 最近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留意 中国内地出现电力短缺的问题 因为很多城市要限时限后供电 因为有一些说法就是出现电力短缺 是因为中国没有再买澳洲的煤 那火力发电主要靠烧煤 没有了澳洲的煤便便力不足 但实际的情况就是中国是出产煤的大国 大部分要用的煤都是本土出产的 海外输入的都是10%左右 那没有买澳洲煤之后 其实中国自己增加生产都可以顶住的 澳洲煤其实用来 澳洲煤用来 印尼 俄罗斯 南非 哥伦比 那些有煤多的国家去买煤 那所以实际上就 现在电的供应不足 就不是煤的供应不足造成的 就是中国在这段日子最近 其实是火力发电的发电量 是创历史新高的 那这个表示是 现在那个电力不足 不是因为发电少了 而是用电量的需求大增 用电量的需求为什么会大增 就是一些美国 或者欧洲其他国家 都现在都只能够将订单 转回来中国生产 因为其他的第三世界 都没有能力恢复正常的生产力 那变了中国就截了很多单 截了很多单 是需求大了形成电力不足的缺口 那以中国现在的机电能力 其实都可以快快快快增加发电的 不过中国似乎觉得这些订单 未必持久 一有机会 西方国家可能又抽走 就给其他第三世界生产 而中国也觉得这些订单 很多都是勞工密责 知识衡量低 给人做好过自己做 那另一方面 中国也都是在气候会议里面 向国际承诺 在2030年做到碳达峰 2060年做到碳中和 如果要做到这些 一定是只能够减少火力发电 增加其他绿色能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会造成 电力短缺 电力短缺的其中 如果在美国方面的原因 就是 美国 死死地气 又要给一些订单 中国做 所以你刚才说 美国又跟中国 在贸易上开战 他应该知道自己 没有什么条件 在贸易上向中国开战 所以我相信 中国这次是不用 怎么理解他的 那现在是美国 最需要修正 之前 贸易战所造成的恶果 贸易战造成的恶果 就是 那些关税 很多 被逼转价 在美国消费者身上 导致美国的 消费物价指数 又不断上升 现在又升到 5%以上 那 那美国联储局最初 说他的通胀 是想控制在2的水平 去到5.5% 超标有余 那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到联储局 震不住通胀 就可能要加息 但一加息 就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所以 就是拜登政府 耶伦 作为财长 也不想经济 受影响 最好就是通胀 能够舒缓一些 通胀怎么可以舒缓一些 就是 最好就是 把关税 降低一些 物价就有机会便宜一些 但是 他们有5分期 要把物价降低 要把关税降低 他们觉得 降低关税 所以想和中国换回一些东西 所以就 希望重启贸易谈判 自己就说 我选一些关税给你 你在哪里又给一些优惠我 那这一次可能中国不骚他 你就放马过来 你上次做的那些 都效果不好 害自己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就中美 重启贸易谈判的机会 多些 重启贸易战的机会 就少很多 因为贸易战 对美国是没有好处 至于一些科技方面的限制 美国我相信 一有条件许可 他就用到尽 现在有些未走 都是因为生意还要做 或者有些走 中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补充 所以他不做字 贸易战的机会 我认为不大 那你的意思是否可以是减 反而不是增加税 反而可能减税 即出口税的机会更大了 美国减税 美国减关税的机会是大的 我刚才说了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做了自己受监 不想美国消费者是变成了受害人 那他美国没理由 打贸易战 最后受伤是自己 美国人的 另外他们也不想看到通胀到这么高水平 影响联储局的部署 所以我认为他们很快会选税 不过就是最好就选税 去换一些中国的让步 优惠 但是中国可能不输他的 因为你自己加的 明白 加了又想和我换东西 不用给你了 你喜欢选就选到够 要我给一些好处你就不给了 明白 多谢施老板 OK